大话连篇 2019年底 时尽全年回复的热闹时节 各种各样的年终统计都一一出炉 除夕夜 全国新闻网CNN又别出新台的推出一段特别节目 纽约大都会看守所内 晚饭后围绕着电视机的人群 都兴致勃勃地边看边评论着节目的内容 特朗普这一年里最突出的谎言 每月选一个 好不热闹 人群中的阿廷律师和爱凡工程师 更恶得手舞足蹈的左评又说 当起半个节目主持人来 爱凡先为这节目的背景做哭电 特朗普总统的鲜明风格 是不停地用谎言轰炸国民 不必要他们相信他是伟大的救世主 电视节目里说他们做了研究 统计了这一年 李特朗普发放了2700项虚假的讯息 少许是无心之师 一部分是言过于时的夸张 但大部分都是刻意的蒙骗和恶意的操控 而毫无事实根据的消息 他对每一个特贴的言论都是远离事实的真相 他一天到晚的谎言谬语实在多不胜数 连节目主持人都不能选出一个年度最害人的谎言 因此节目里只选出最著名的12个 每个月选一个 旁边的阿婷马上补充到 一周多前一个名为政治事实的网站 选出了这年度政客最恶心的杨下和最严重的失言事件 还记得今年9月特朗普登发时多次的公开断言 秘密举报人投诉 关于他与乌克兰总统通电话的故事 是伪造、欺诈、虚构及完全和彻底错误的 但后来根据白宫发布的电话会议记录 举报人的表述就是正确的事实 这真不会为千古谎言 爱凡争着插口道 自恋狂和自大狂的特朗普 深信总统 所做所说的一切 都不会是错的 所以任何批评总统 行事不适当的意见 都是大错特错 和完全虚构的 阿婷接着分析 特朗普的夸张谎言是把一些小意思 特别是小的危机 疑惑和威胁 无限地放大 一语不惊人 死不休的效果 来达到他的目的 制造恐惧慌乱 然后由他来当救世主 解决问题 说不知问题 原是他自导自演的制作出来的 现在回到家里来快三个月了 美国休斯敦的好朋友 麦斯特几天前还发来电邮 为最近特朗普 在台宫新闻发布会上 被一美国记者问 三年半代位 你对美国人民 所做的所有谎言 敢后悔吗 什么 特朗普问 所有不尽不识的谎言 那记者重复着 那可是谁 特朗普回应 所说的成千上万个的谎话 记者强调说 特朗普花了几秒钟 才惊呆了N N 没有回答 便转向另一位记者 麦斯特还说 华盛顿邮报发现 特朗普在任期间 已撒谎超过2万次 在过去的14个月中 平均每天撒谎23次 最后麦斯特还开了一个 黑色玩笑的说 谎话每天说上20多遍 便会被视为真的一样 太阳从西边升起 多说几遍 每天都多说几遍 就会被以为是事实 多无稽的谎话 只要被种下怀疑的念头 便能套现为无名的恐惧 不管多遥远的潜在可能 夸大了多说几次 便又成为眼前天大的威胁 你看 你们的全民病毒检疫测试 不是又被抹黑 为把你们的DNA往内地送 以为日后送中 摘除身体内器官做安排的吗 我回他说 香港人都是可爱的 对你 cambiar的牌